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英军想参加乌俄战争,打败俄罗斯 看到这个战事的拖延 英国人越来越着急 尤其是英国军队 很多军人都按捺不住想要去参战 据英国媒体报道 英国新上任的陆军总参谋长桑德斯 最近告诉他领导的英国陆军 说要求他们必须做好作战准备 必要的时候要开服欧洲,打败俄军 英国历史上曾经大概有最少十几次组织远征军 前往欧洲作战 比如说在拿破仑战争时期 英国组织了七次反法同盟 中间有多次派遣远征军到西班牙 到比利时 乃至到荷兰那一带去与法军作战 并且最终击溃了法军 就是拿破仑的部队 另外英军还跟德义支帝国 纳粹帝国两次也是派遣远征军作战 而且英军在历史上还曾经派过一次远征军 远征克里米亚打败了俄军 可以这么说 英军远征欧洲大陆 基本上每一次战争都是以胜利结束 所以英军有着成熟的经验 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由于美国的崛起 英国就把自己的世界霸主的地位 让给了美国 所以英国同时又开始迅速的 给他自己的帝国授身 也就是说把几乎所有的殖民地都推动他的独立 我看过英国推动的最小的独立的是 在印度洋上有一个岛屿 那个地方居然没有一个正式居民 他也是联合国成员国 但是他没有代表 因为他连一个正式居民都没有 只有在捕鱼的季节 比如说夏季的时候 那个地方会有一些从外地赶来捕鱼的渔民 会临时在那个岛屿上设立一些定居点 就是说便于在岸上得到一些休息 但是这样的地方 英国都推动他独立 就是说英国人基本上 任何一个地方想独立 或者任何一个地方 英国觉得很难管理好他 那么都会推动他的独立 英国这一次在乌俄战争当中 极具正义感 所以说这种英国人的普遍的感情 也体现在英国的官兵身上 暴力师政府 约翰逊暴力师政府 当然也迫切地想要打败俄罗斯 但是约翰逊认为 英军不适合直接参战 英军他认为英国最好还是不断地提供 更合适的重武器给乌克兰 让乌克兰人自己去打败俄军 这样可能更有意思 而且英国首相还担心 如果直接参战会带来麻烦 不过 英国首相 约翰逊还提出了另一个代替方案 那就是建议由英国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 以及乌克兰组织一个新的欧洲军事同盟 然后用这个军事同盟去打击俄军 所以说如果参战争矿日持久的话 不排除这是英国的一个选项 另外一个消息就是关于中国国内的银行 现在每况愈下 取钱越来越困难 比如说中国四大银行之一的农业银行 现在居然每天的取款额度是一千元 这简直都是瞎搞 因为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说 你说你提出个一千块钱 人民币能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还有你家里面需要办事情 需要买东西 你说你提个一千元有什么意义呢 对不对 而且你到银行现在取钱都要排长队 你排了半天队只能取出一千元 这简直是太离谱了 不仅中国农业银行如此 有消息说现在工商银行也在搞各种名堂 比如说最近从广西南宁市之行 就爆发出了一个大的丑闻 那就是储户的2.5亿存款没了 这2.5亿存款牵涉到一百多个人 就是说他们到银行去取钱的时候 突然发现自己的存款没有了 所以已经被人提走了 他们当然了 你的钱在银行里没了 你肯定会穷追不少 后来导致南宁市之行 共有数百人去追查他们的钱 最终核定的数目是发现2.5亿元 被这个已经取走了 被谁取走了呢 银行说有人牵制 最后说这是被工作人员取走了 说那是他的个人行为犯罪行为 目前说司法机关正在追求他的责任 但是银行本身他说我们不能赔这个钱 因为这是员工个人的行为 而且这些储户告到法院 法院也做出裁定 说银行不用承担责任 所以说这种事情呢 可以这么说 只有在中国才能发生 在西方 在英国 在美国 你往银行里存的任何钱 银行都必须负责任 这是一个常情啊 因为我存钱是存到一个银行里 至于谁在这个银行里工作 至于这个存钱的人搞什么名堂 那是你银行自己的事物 如果你连这点信誉都没有的话 连这点责任都不愿意承担的话 那么谁还敢往你这个银行存钱呢 但是呢 中国的银行都就敢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银行呢 其实它不是人类正常的银行 它只是一个 就是党管理下的一个金融机构 而且呢 这个机构呢 是全心全意为共产党服务的 所以呢 它这个敲诈人民 甚至把人民的钱这个没收 这是在它看来呢 是理所应当的 而且它理直气壮的 另外还有消息呢 支付宝呢 现在也频繁的冻结 也存款 有人甚至 有一个王女士 比如说成了一百多万 在支付宝 想取的时候 就怎么也取不出来了 闹到最后才明白 自己的资金被冻结了 而且冻结的理由呢 越来越多 就算它随便找个理由 就可以把你给冻结了 等到你想解除冻结 不知道要花多少精力 在这期间呢 你的所有成款呢 就不能动 所以有网友呢 现在纷纷建议在国内的亲友 抓紧取钱 因为中国的银行呢 距离大爆雷 越来越近了 这么多年来呢 中国的这个所有银行呢 应该这样说吧 它一方面吸引 用高利息吸引全社会的各种存款 另一方面呢 也用高利贷的这个形式呢 把钱放出去 中国的这个贷款 银行贷款是全世界利息最高的 所以蒋之称之为高利贷 一点都不过分 恰如其分 这些高利贷呢 在这个经济 就是往上涨的时候呢 大部分还能还 但是事实上呢 大部分呢 它也不还 比如说中国的上市企业 大大小小的国营企业 还有房地产行业 就像包括最著名的这个 什么万科 什么的这个这个恒大呀 它也都不还钱的 它这个只是累计 越来越增加贷款的总额而已 所以到最后呢 这个银行呢 它就面临着这个现金流吃紧 它没有办法应付取款 你也来取钱 它也来取钱 这个钱它都放出去了 而且呢 现在很多的这个贷款的这个大户呢 它甚至连利息它都没钱付了 它说我现在就这样 我付不起了 你要是到法院去控告我也好 你采取什么办法 也好 水里变了 反正我现在没钱付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银行呢 要么呢 从上级那弄钱 说我先抵挡住这个储户 来取钱的需求 但事实上上级现在也没钱 你比如像这个南宁市 他把这个2.5亿元弄没了 他想上级 问上级要钱 上级要钱 那你们自己解决 结果他也不能解决 还有呢 像中国农业银行 他没有钱啊 他现在各省各市都没有钱 就是说呢 他的钱实际上放出去以后 因为农业银行的管理是非常差的 我跟他们打过很多次交道 他们都是一些农村的地痞流氓 这个钱 只要一弄到他们手里面就没了 他们就会借给农村的各种各样的骗子机构 这些骗子机构 当然从银行取钱本身 他付的成本都已经多达10% 20%了 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关系都要打点啊 各种各样的官员去获批的时候都要付回扣啊 等等 到最后这个钱 他借到手以后 他认为他是付出巨大代价才骗到手的 那么他怎么可能归还呢 所以说呢 整个中国的银行业 可能都要进入一个大爆雷的时代